蝦和蟹 大家好,我是老吴 今天买了一些蝦和蟹 回来包砂锅粥 砂锅粥在广东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美食 煮起来也很方便的 先把蝦和蟹清理一下 洗干净,泡20分钟左右 把虾酥剪掉,去虾头 虾开边,去下线 这个虾头我们要丢掉 等下来炸虾油 先把蝦腌一下 姜,料酒,盐 腌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 大火先把这个猪移开 虾头沥干水 炸一下 虾头沥干水 炸一下 虾头沥干水 已经熬到开花了 现在把油煮 和虾油倒下去 虾油倒下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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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锅料好多 加入芹菜粒 香菜 葱花 加上适量的盐 一锅的海鲜沙锅粥 看着多好有食意 下午火 也会请您多参加 一升 再加上 vin 这样做出动了 也是很不错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